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吧 这里是追逐梦想的试炼战场 这里是捍卫荣誉的传奇学院 10月11日22点40 河南卫视重装上阵 2020超级新人王今天终于迎来了决战 三个月的时间 三十二位中国顶级的搏击选手 四个级别的争夺 这是2020中国最具含金量的金腰带 同时我们的大赛也获得了全球格斗界的广泛关注 2015年诞生于泰国的世界格斗组织IPCC 同时宣布我们的武林峰超级新人王的冠军 不仅仅能够拿到武林峰超级新人王的金腰带 同时也可以拿到IPCC中国的新腰带 你说一场大赛两条金腰带加深 这是何等的荣耀 今天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60公斤级的新腰带的争夺 一场56公斤级的超级女子战 呈现给大家 蓝方选手代表了淮安全勇会俱乐部 江苏省全期锦标赛52公斤级的冠军 今年20岁身高是1米68 我们有请 吴依 在赛前呢 因为超级被扣掉了一分 在赛前呢 因为超级被扣掉了一分 我们有请丁赛 我请不吴依 中文字幕——YK 这是一场56公斤级的超级女子战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红方选手丁赛 因为这个称重超重被扣掉了一分 蓝方选手是吴怡 这是他在武林峰的第二场比赛 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 他被数远国击的名将李明蕊 在第二局被TKO 红方选手丁赛是武林峰的首战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 也是运动员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降重和称重的超重问题 就是降重对于 你也是运动员方便 对于运动员来讲 这个降重是一个 就很多运动员都会觉得 是很痛苦很煎熬的事情 你是一个 你作为一个职业的博军运动员 这个降重其实是 就是标准标配吧 就是你必须得降重的 要不你就打上一个级别 那么如果你要打下一个级别的话 那你体重超重的话 你肯定要去降的呀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于比赛的一种认真的一个态度 还有对于这个职业的这种素养吧 对 而且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叫金赛 然后他和吴怡去比的话 他其实他比对方要矮很多 对 那他要比对方稍微胖一些 这就说明他其实降的体重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但他并没有选择去降 而是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这场比赛 其实可能我们聊这些 丁赛听到的话会觉得 你们好没有这个同情心 可能我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你说那一点很对 就是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的 职业素养来讲 降重是你必须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要超重呢 对吧 这还是一个态度问题 对待这场比赛的一个态度问题 可能也是有另外其他的原因嘛 可能这个机会摆在面前 到底你要不要打呢 对 可能你平时体重比较大 但是这个56公斤级你要不要打 你如果打的话 那你就要降 但是降又很难降 所以也是想 可能也是想特别珍惜这样一次机会 锻炼的机会吧 那输赢可能扣出场费 并不是特别重要对于他来说 我可以不要出场费 但是我要珍惜这样 登上擂台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两位 丁赛 红方选手 他的身高是159 臂展150 蓝方选手无疑 身高168 臂展163 好了 在身高臂展上面 无疑要有一些些优势 上一场比赛 跟李明蕊打 其实李明蕊大家都知道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也是拳法比较好的 对 所以输给李明蕊 其实我觉得不丢人 对 而且打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镜像 对那次是他的手战 可能各方面都需要调整 都需要调整 其实无疑 大家看到他的技术流 就知道他是一位 这个擅长拳法的 之前也是全 机锦标赛 52公斤级的冠军 对 所以在这个内台上 你知道女子选手 全罚看看半镜头 好 命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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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双方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 红方选手丁赛 蓝方选手无疑 其实我觉得作为丁赛来说 我并没有 并不是要跟你去拼拳 因为拳法是你比较上升的 参加臂展 也有优势 那么我只要曲臂把我的防守做好 我要用第一扫腿 对 多打一打 这个腿上的动作 这就回到了刚刚 我们聊的那个拳法好 是有优势的问题 就是我个人理解来讲 就是自由搏击的话 拳法是一个支撑 对 就是我拳法好的基础上 我再有更全面的技术 那我就 就能够更好的 去打好这场赛 我觉得尤其是作为女子选手 腿法好的真的很少 就是说腿法 有决定性优势的人很少 但是你拳法如果好的话 真的 这个优势就非常的明显 对 你像今天的这个无疑 你看在打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用这种拳法的优势 去压制对方 所以今天作为丁赛来说 要把这个防守做好了 刚才第一回合 我们在慢镜头回放的过程当中 看到有很多的拳法 有命中的 哎呦 跟红方丁赛还要注意 这个距离的控制 对 因为对方无疑 比他比较长 所以如果对方的拳比较快的话 你没办法躲掉的话 就只能说 把这种区别防守做好 是 更多的让对方 在击打的过程当中 打到自己的拳套上面 体系的托伤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举动 和动作呢 可能是肩部有伤 他自己要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可能肩比较紧 对 这个又适宜了一下 这个是不是肩部有伤 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这个劲动 的节奏慢下来了 没有距离 还是没有距离 比较轻易去出动作 像对体力也是一种消耗 比较轻易去出动 几副 表会合作 四秒 还有十秒 扩子拳又塞中了 没有距离 没有距离 对 我觉得这位竞赛 升高队长没有优势 所以你想去够得到队长 又够不到 又能给你赢机 所以队长比较很难打 真的很难打 而且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有两次他的这个 做了一个这个 甩尖的一个动作 对 不知道是有救伤 我的经验 来分析的话 应该可能还没有彻底的恢复好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比赛进行到现在 就因为之前没有了解到这个原因 可能丁赛的降重是不是也跟他这个伤有关系 可能是 我们看到局间休息的时候 他的教练也在帮他放松他的这个肩膀这个部位 对 所以运动员有伤 其实是运动员最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你要克服伤病 然后你还要在比赛之前 你还要降重 是 这是特别残酷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 每个一军动员能够竭尽所能的登上内台 特别的不容易 对 你可以看出 竞赛还是相对比较 比较有毅力 真的比较有毅力 就是 真的如果作为别的选手的话 他 面对无疑这样的选手 暴风以外的这种进攻 他又拳法 然后打了不少 还能够坚持下来 真的不容易 好 两位在寻找机会 无疑你现在怎么走怎么有 不要飞 对 勤奋一点 勤奋一点 来 节奋慢了 体能到极限了 整整腿 好 好 好 裁判提示 要更积极更主动一些 可能我觉得无疑啊 他这个觉得对方扣分了 这个 这场比赛可能我即使打得很普通 不怎么累 但是我依然能够拿下比赛 可能就对于他的这种积极性 就稍微差一点了 降低了一些 对降低了一些 就是这个 那么是主动 走 对了 给主动点 主动点 他夺主动了你就主动进攻 就还等的太多了 等的太多了 对这个时候等的太多了 走走走 做定赛来说 嗯 去赌 要给对方 这个赌秒才有机会赢得比赛 是 不要等 走 走 别走 走 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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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好 这个每一次发力 可能他的肩部都有所不适 虽然这个具体的原因 我们不是很了解 但是能够感觉到 竞赛今天是有状况的 是 不动着 不动着 对 走 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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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作为运动员 特别不容易的就是 应该克服上帝 对 其实运动员最大的对手 就是上帝 真的很多运动员 我们所熟知的 很多的运动员 都是一个擂胎 我觉得他们也不心甘 不心甘情愿地去退出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 你像我们所熟知的 董文飞的腰伤 对 就一直困扰着他 影响他的比赛的程序 是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1号裁判 26比30 2号裁判 26比30 3号裁判 26比30 比赛结果 蓝 方上 有请新跨市 秦宇食品商贸易建公司 总经理 林立松先生 为双方颁奖 祝贺无疑 感谢丁赛 2号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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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那么潇洒 站到这稍微有点紧张 凉面 台上一遍 台下一遍 因为你要在台上 也像自下 像这样 柔柔柔的 就是被别人打了 其实呢 教练也是让我自由发挥 不要紧张 要像在家里面 平时打的那样 发挥出来就好了 你在备战的过程中 受伤的吗 对 然后今天又打到了 平常训练的话 没啥事 就是突然一下 打那么猛 然后一下甩过头了 在场上特别疼是吗 就像裂了一样的 那种感觉 但是 但是还是拿起来吧 要忍着 忍得住 你坚持下来的理由是什么 喜欢 就是打完的 那种感觉 舒服 爽 但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喜欢这个 以后还会坚持打的 首次走上武林峰擂台的一位年轻人 今年23岁 身高是1米72 我们有请王静元 红方选手代表了商丘波帕姆泰拳俱乐部 这是他第二次走上武林峰擂台 今年21岁身高是1米77 我们有请 比赛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家好 我是方便 现在为大家呈现的 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新锐战 红方选手卢宝明 来自商丘波帕姆拳馆 蓝方选手王静元 来自周口红阳国奥格斗 少到档布了 按照我们的规则可以有时间 我们的新锐战呢 就是给这些年轻选手提供 登场内台的这种比赛的机会 红方选手卢宝明是99年出生 王静元97年出生 这是王静元在武林峰的首战 而卢宝明呢 在7月份的录制当中 一致判定 胜了传奇格斗的游国城 我们看到卢宝明是双丘波帕姆拳馆的 他也是一位泰拳系的选手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 大臂上的这个围固 就能够说明他是一个泰拳系的选手 练习泰拳的就有这样的一个装束 好一个交叉的拳法 这个是怎么回事 就是老是碰到这个竞技部位 如果有慢点头我们看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王静元也是来自我们周口啊 一起到周口大家都能够想象出 想象到很多的优秀的 现在现役的这个搏击的这些 魏锐对对对对 贾奥奇是 小胖魏宁辉等等 一大批优秀的这个格斗运动员 可见这个周口有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 是的 这个习武的氛围很浓 这个后织拳有塞中 漂亮的组合 这个 被淫重了 丙细非常的刁钻 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 卢文明他的这个顶细和扫腿 也就是典型的这个泰拳式的打法 是 这个只是第一局 就拼打的这么凄厉 拼打的很凶 而且两个人都开足马力了 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就重拳重腿 每一拳每一腿都特别的重 发出百分之百的力量 是 就这样的输出 第二局第三局 我觉得最关键了 对 那才是真正考验 起的时候 是 第二回合的比赛 短暂的休息 对 红方 找到了 找到了 来自周口红阳 博奥格斗的王静元 我认为没事啊 第一回合出现两次 对 第二回合又出现一次啊 看下拳头 表示下签议 继续进攻 这个第二回合要比第一回合速度还要更快一些 我们看到在力量上面 南方选手要稍微的游戏就是啊 能够压住对方 就两位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比赛经验 是 拳腿都有 好 一个漂亮的 这个 躲西 做啥 不换拳 这个转身很危险呢 这两位看起来打的还是比较方式的 对 这两位看起来打的还是比较方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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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 这个时候两个的动作有点变形了 对 对 拳打到的脸上 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了 这种频率的输出是特别消耗体能的 不但是频率的输出比较密 而且他们的每一拳每一脚都发弹了 发力 发力 我们说有进有进 这种特别发力的话 这样的话会加速你的体能的消耗 是 你看洪峰 卢宝明到什么招式都敢用 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后白腿 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的规范 所以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对 第二回合结束了 反正他们什么都敢用 我就不管这个距离角度 能不能是一个很好的距离和角度 反正我先用出来 就是距离感不太好 但是我敢用 这也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 对 刚才在底下喊 这声音很大 对 我们还蛮人的回放 这个是转身的后白腿和后摆拳 其实身体带的这个角度 角度并不够大 所以发力点也不是特别准 好这是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 英雄西英雄上来两个人先握抱一下 然后这个表示一下这个敬意啊 拼得更凶了 是 好的 文学的呼唤 西 对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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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拼得特别凶啊 就是你一拳围腿 并不是两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 内围的这种 都是中近距离和中远距离的这种较量 是 好 琼琼又集中了 现在可以看出 南方拳手拳法更突出一些 对 红方拳手的腿法吸法更犀利一些 可是现在这个距离没有给他施展到这样的一个 是 哦 全摆拳 其实这种蓝帮的这种战术是对的 就是我只要觉得有合适的机会我就会打出一拳 是 挤进去 对 这两位是要是要拼到最后一秒啊 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特别喜欢看到这样的比赛啊 就从头拼到尾 大口的呼吸前摆拳由命中 哎哎呦 拳法都拿不起来了这个时候 被淫中了 无论今天这场比赛如何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已经拼尽全力了 而且这也是大家喜欢看到的比赛 我就是拼尽全力要打 把我平常锁链的 我的现场的料给的发挥 是不得遗憾 非常精彩 对 好 也大喊了一下 谢谢 好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好 比赛结果 蓝 方 上 有请金香县名品商贸业县公司总经理李继亮先生为双方颁奖 好 祝贺王静元 感谢卢宝铭 首秀取得了一场胜利 再次祝贺 因为比赛中哪边会有碰撞吗 我替人家会隔打 在有些部位都是比较硬的 踢上去就会比较痛 平时我的推法比较好 这地操腿比较重 虽然看到效果之后 可能也是 比较渴望我尽快拿下比赛 然后我就 这个操腿发挥得很盲目 没有把平时练的一些 真假上的结合用出来 在想象下准备的时候 有些期待 更有些紧张 毕竟武林峰 是一个世界大牌的 比赛平台 来到这里的运动员 我相信第一次来的时候 和我的心情都一样 又紧张又激动 我觉得这些情绪 是难免的 先分享给 就是一直在我赛前赛后 都特别关注 特别关心的朋友和家人们 想先告诉他们 这场比赛拿下了 我只要你再告诉他们 我只要你再教他 我只要你再教他 我只要你跳过去 你跳过去 起呼 走了别 你这边 你这会 你不能比 你这样 你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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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们 不能这样打可能就不行 这还没去上车放过来 接个气 感觉很放松 自己心态很放松 打的时候动作就慢了 希望自己每一场比赛 不管对手强或者弱 都让自己的身体 时刻保持紧张 心态可以放松 但是身体必须紧张 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毛病 内排上的翩翩少年 江东赌步赵江峰 首次亮相武林峰 就表现惊艳 苦战四局将种子选手 战斧薛世镇展落马下 这位20岁突破的年轻选手 赛场外青春敏铁 内排上却无法登荤 有本有眼 有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 边茂富做教练 再加上刻骨训练和悟性 2017年 19岁的赵江峰就拿到了 中国自由国际锦标赛亚军 此次中国淘擠新能王小组赛 赵江峰两胜一赴成功进棋 半决赛对阵A组第一赵博士 开局并不顺利 进入第二局 赵江峰迅速挑选战组 抓住赵博士腿部的作品 通过连续低扫赢得先机 顺利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圈 回去好好练习一下防低扫的功课 也加强一下自己低扫梯的杀伤力 争取下次再打回来 今晚赵江峰用上了小组赛 曾经赴予的杨银 这是他迈向第一个冠军 必须跨越的山峰 我们一起期待 加油少年 加油 冬奏 握住双手 扔住失败的头 带着希望 飞向天空 三六年的时间 我梦在延续 就像马一样 从不想都要放弃 就算前面道路 续续铺满静气 没有关系 我们会把它一一踏平 我们一步一脚 赢得载走 面对多大困难 也不会低头 就算我们微笑 背后不麻烦 这是杨银最渴望的 一条金腰带 这位从小看着 武林峰长大的追风少年 已经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征战三年 十岁开始习武 十年的吉吉武银 曾经让杨银有过 失落与迷茫 直到2016年 他终于迎来自己的 第一个规划时刻 披荆斩机 拿下了中国泰拳锦标赛 冠军 登上武林峰之后 杨银越战越勇 2019年 在泰国伦平一拳场 举办的中泰对抗赛上 杨银完胜对手 在泰拳胜殿 完成了一个泰拳手的光荣 与梦想 2020中国超级新人网 小组赛 杨银三战全胜 半决赛 他没有给金虎任何机会 防守挺进决赛 今晚 对这曾经在小组赛中 战胜过的赵江峰 我们似乎已经从杨银的眼神中 看到金腰带闪烁的光芒 这一路走来 我对这场比赛 期待了很久 这条金腰带 我是在必得 金腰带 我来了 我离不离不准 我离不乱 你好 我离不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商裁判 马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为您呈现的是WLF2020超级新人王60公斤级金腰带的决赛 我们的解说嘉宾是死神方便 大家好 我是方便 经过了三个月的敖战 终于迎来了决赛了 但首先要决出的还是今天这条60公斤级的金腰带 这两个人一上来节奏就非常的快 对 因为是二盘战了 对 相互比较了解 在前面小组循环赛当中是输给了杨明 所以这也算是他的一场复仇之战 那么两位在争夺60公斤级金腰带的同时呢 还将获得IPCC的中国金腰带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双腰带 对 获胜的一方 所以含金量提升了啊 对于两个人这个队里比赛胜利的渴望 又更加加重了伐马 是 好的 比赛继续啊 那位的敌心 60公斤级的超级新人王的金腰带的争夺 整个的赛程下来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每位运动员拼打的都比较的凶 比较凶 对 红方写手杨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发挥比较稳定 也都是非常顺利的拿下的比赛 所以这也是60公斤级的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就是他们级别并不大 但是都有这种很好的拼打的这种意识 而且体能都非常好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 可以说是一个新人和旧人这样的一个对抗 对 赵江峰是之前也打过一些比赛 但是在这个超级新人王的争夺当中 是他首次亮相武林风 所以刚开始发挥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越战越勇 然后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决赛了 我作为年轻选手成长的速度比较快 杨明呢我们对他了解的比较多了 对 打过很多场的武林分的比赛 成绩也都不错 非常发挥的非常稳定 到内围 就是阳门比较喜欢的一个内围的一个距离 好 赵江峰还是要发挥 这种突然性 比如说这种中眼距离的 进攻 对 先摆拳 底细 阳门是泰拳系的选手 所以他打法是比较硬朗 打比较硬朗 而且他是这种一如既往的向前的这种感觉特别好 对 所以赵江峰今天如果想要赢得比赛的话 还是要控制对方 就是中眼距离 把对方控制在这样的一个局 这个时候 被对方压的拳点了 走 快 走 从气势上来讲 觉得这个阳门棒 是 超级新人王60公斤及金腰带的决赛 这是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是 同方选手阳明 蓝方选手赵江峰 是 就像燕姐刚才说的 两位在第一回合打的稍微有点乱 对 可能我觉得这是心里的所向 因为是对这条金腰带确实是太渴望了 对 毕竟已经经过三个月的熬战了 对 可能是太兴奋了 兴奋过度了 然后来到第二回合我们看一看 赵江峰还是一如既往的要去控制中眼的距离 再带着对方去打 杨明的这个技术风格就是一直往前压制 然后用这种强大的攻势来给对方制造更多的压力 没有机会 走 全法有运动 周全有运动 赵江峰之后打得很聪明 就是利用好为神的这个反作用力在给对方全法的进攻 这个时候有估计的嫌疑 OK 伸手固定的 是我们这个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按照我们的赛制规则有两次的提示 第三次出现会出现会扣分 对 我们看到杨明确实是稍微有点着急 就是抓住对方的感觉 是就想去抓住对方压住对方 然后到一个合适的距离 但是对方又不给你这个距离 对方提前出动作 哦 踢到裆布了 可以明显的能够听到这个踢裆的这个声音 好 按照规则有最多五分钟的休息调整的时间 两面趁这个机会好好调整一下 接下来的战术要怎么安排 心里要出想一下 对 不太好打 因为两位有过交手彼此都了解 对 尤其是到决赛了 因为前面都打了三轮四轮的这样的比赛 所以他们的这个实力啊 这个水平真的已经几乎相当了 对 对 就这场比赛 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对 就是如何把自己的优势扩大化 对 去遏制对手的短板 是 好的 百天游民正 江明可以看出在力量上面 还是稍微有一些优势 能够加入对方 走 但是梁芬今天打的还是很聪明的啊 一如既往的还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我力量不如你 我不给你硬拼 对 我在退守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发力 然后打突然 好 前前出动作 这个是 这是阳明的距离啊 顺势的向对方报导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啊 但是也是他的他聪明的地方 就当于那个被动的情况下 哎 对 我先先先把自己解救出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 又被 杨明做喜欢的距离 好 还有十秒 三 四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一 三 打一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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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雀 好 走 你越看越紧张越紧张 越看越紧张真的 就是打得难成难解 给我的感觉 是的 你没办法去看出谁更具有优势一些 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 你有命中 其实我也有 我也有 对 所以 拼得不得 就是就是 就是去拼了 对 看一下回放 可以 不然的误会 好60公斤及超级新人王金腰带的争夺这是第三回合的比赛 好了第三回合最后一回合一个三分钟这一条金腰带到底花了谁家呢 马上即将揭晓啊 呃三个月的熬战然后进行了三轮四轮的比赛 今天晚上的决战啊 咱们提示他是尽量扫握 这就是一个被动的动作 稍微选择有一些被动啊 好继续 可以看出阳明的这个气势上来了啊 是就是对于这个胜利的金腰带的渴望 还得有孤军的嫌疑 裁判给予了一次的歧视 稍微注意一些 对在这个时候就更加不要着急了对不要因为这个违反了规则有十分 哎好的赵江峰今天的这个小勾拳倒是打得不错 哎呦这个时候是杨明喜欢呢这个 拳法的距离 要投开 走 然后进去你也行 然后进去 哦第二次了 第二次的拥抱的这个骑士 有注意了 再数捷一次就要被空分了 是啊 我这个点心很很重啊 前手两下 前手两下 你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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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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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确实是更去主动一些啊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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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 可以明显地看赵凉芬确实是想去打 但是打不动对方 就是给我这种感觉 对 就是杨明在力量上 以及在这个身体的 对 身体的这个抗击打能力上 还是要强一点 有一点优势 这是一个带摔 这个应该是 太累了 不允许的 对 裁判也会有提示 裁判又给予提示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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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10秒了 这条金腰带 超级新人王60公斤级的金腰带 到底是属于谁的呢 最后 这场肥带真的是从头听到的 是 互相不给距离 我也不给你很舒服的距离 但也打得很顺 两个人都是这样的 从现在看很难看得出 谁能够更具优势一些 还要看裁判 真的还要看裁判 其实无论最终 谁能够拿到这条金腰带 两位的表现还都是非常好 可圈可点 对 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成长 是 我们看这条金腰带会花落谁家 三个月 对 无场比赛 这凝聚了教练员 运动员 家人 陪练 等等等等 太多人的心血 我建议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用最热情的掌声给他们点赞 好吗 结果呢 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 我想 不论是输也好 赢也好 我想这份荣誉 是属于所有人 他的身边所有人 我建议啊 请教练员上来一位 来 三大王爷走上擂台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共同站上擂台 我们一同来见证 三个月来 所有人的这样的一项付出 最终的收获 我们来看看 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 方 上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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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杨明 我们把掌声送给赵江峰 送给三大王 祝贺杨明 终于等到这一天 我们有请武林风制片人 总导演于雷先生 有请IPCC中国区域主席姚许萍先生 为武林风超级新人王颁发金腰带 首先系在腰间的是WF武林风的金腰带 另外一条挂在肩上 IPCC的金腰带 这只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前进了一大步 未来还有更多的路要走 好 我们掌声来祝福年轻人 打到了 我刚才看见你在擂台上 都快要哭的样子 来这不用了 你现在来这些是有感的 这会儿想跟你爸说两句吗 我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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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说 因为自己很渴望很渴望拿到这条金腰带 可以说这几天都在想 甚至说刚武林风刚举办这个八人赛的时候 我都在想着有一天我会拿到这条金腰带 所以说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终于梦想成真了 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开心 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此刻最想说的就是感恩 感恩还是感恩 感恩武林风栏目组给我这次锻炼我的机会 给予我这次能够证明我自己的这次机会 这几个月下来我自己有突飞猛进的增长 感恩这一路走来帮助过我的人 支持过我的人 给过我鼓励的人 给过我正能量的人 同样也给过我负能量的人 这所有的人我都要感谢 因为我此次的胜利不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胜利 这个是中国超级新人王 接下来的目标是走出中国 打向世界 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场上经验吧 以前上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特别紧张 做动作有点犹豫 但是经过这几个月的历练 感觉比以前场上动作打的顺畅多了 编老师在内场我输了就没事 但是我感觉自己特别遗憾 这几个月四年前 只是一个打工仔 如果不是编老师看着我 历练我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擂台上 四年之后 这一切的荣誉 都是编老师带我走上来的 编老师在这里跟你非常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由我为继续努力的 这一次金腰带失利 对我以后比赛的经历是一种成长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路口 谢谢你给我每一次加油 我还年轻 我才刚二十岁出头 我没有惧怕任何人 目标肯定继续前面 拿一条属于自己的腰带 谢谢你给我每一次加油 谢谢你给我每一次加油 每次结合都是胜利的桃树 虽然近期王者赛没有任何希望 但是我会珍惜每一次机会 所以我要赢得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无论你是谁 虽然近期王者赛没有任何 每一遍 每一遍都是时间的礼物 我当不 我又追赶太阳 太阳天不落下 只在前方重新燃亮 我要重想 红棒选手代表了胜利人和 北极俱乐部好久没有见面了 最近的一次印象呢 我们还停留在 在武林峰日本战当中的 他的一场漂亮仗 2020的首秀 当然值得期待 我们有请 朱剑 张专宇 我跟彭卑兄弟经常一起出国征战 虽然是好兄弟 但是擂台上绝不手软 我们擂台见 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河南卫视武林峰 为您呈现的 这是一场68公斤级的超级战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死神方便 大家好 我是方便 这两位运动员 其实大家都比较 不陌生了 对 都比较熟悉 红方选手来自胜利人和的张春雨 蓝方选手来自辽宁创新俱乐部的王鹏飞 是 大飞大家都熟悉了 对 也是参加了我们的超级王者赛 其实打得也不错 虽然最终无缘晋级了 是 但是这个其实 赛前我们的希望还是挺大的 你会能够晋级的 结果 真的 这也说明了超级王者赛的这个水平是 比较突出的 对 真的这个谁赢谁真的是很难说 大飞王鹏飞在 在2013年开始征战武林峰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40多场比赛的经验了 在2019年拿到了WRF65公斤及世界金腰带 它是稳扎稳打偏技术型的 偏技术型的 对 其实在超级王者赛当中 也有很多全民有这样一种声音 就觉得说王鹏飞如果说他的这个性格在 张扬一些 张扬一些 他这个进攻的欲望在犀利一些 对 在犀利一些性格在外向一些 对 可能会取得的成绩要比今天要好很多 对 对 其实有时候运动员在擂台上的比赛 呃 呃呈现给大家的比赛真的和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对 确实 你的性格决定了你在 比赛当中的一种表现嘛 是 嗯 嗯 红方选手张春雨 这是今年他在武林峰的第一场比赛 呃曾经拿到过2014年WPMF的世界冠军 把钱我把钱 两个人互相有换拳 我不知道张春雨在面对王鹏飞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哈 毕竟王鹏飞是呃 武林峰65公斤级的世界尖腰带 而且他已经打过这个卫冕战了 嗯 也是卫冕成功的 刘晓明的那个卫冕战打的也是相当的精彩 对 确实那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两个人其实年龄都相仿啊 都是93年的 对 呃应该说两个人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平台上面成长起来的这个明星级的选手啊 所以最近这一两年可能看到张春雨的比赛相对于少一些啊 是 呃 大家可能觉得大飞可能是两三年成长的进步是比较快的 嗯 但是也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张春雨 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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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68公斤级的超级战 两位进入到了第二回合 红方选手是逐渐张春雨 来自胜利人和 蓝方选手大飞王鹏飞 来自辽宁创新 哎 所以这个张春雨也是今年的首次比赛了 嗯 呃 那 对于比赛感觉来说我觉得大飞要稍微好一些 对 呃 前段时间刚比完赛 对 刚参加完超级王者战斗争夺 对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飞还是要放得更开一些 对啊 从比赛感觉来说 呃这种体能的储备来说大飞要稍微好一些 嗯 好 接腿 没摔到 好 大飞有一个技能是比较突出的就是用前脚的这个前脚的这个 就想去戳对方的这个 这个 对这有点像那个 呃日本的那个叫什么三 呃日月醋 日月醋 对 好的 组合拳 不过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大飞使用这一招了 是 其实 这个招式不太好练 就是他得那个点特别准 是 就是他触到你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人体 就是腹部这一块包括肝脏呀 胃部 隔肌这一块比较脆弱的 是 然后你刚好好像是触到那个隔肌的那个位置是比较 对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尤其是防守比较严谨的这个选手 他的左关节对于这个腹部的保护是非常严谨的 对 给你留下的空间不多 是 所以对于这个动作的要求的这个质量是非常高 非常高 嗯 哎 好的一个摇背多长非常漂亮啊 好 还有一个转身后边拳 两个人 哎呦高扫 逐渐的兴奋起来 对 这个时候还是大飞比较积极主动一些 然后把这种节奏和拼打的意思带起来了 哎呦à 甩银鸡 多伞 漂亮 哎呀 我又好了 哎呀 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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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抓的机会在这个地方中间 刚才一个直接的后支权有命中 哎呀肌腹有了肌腹有了 对方换了亮起来来 对方这个 旁边要抓的机会 哦又换了 财阀还没有喊听还没有读秒 大飞造成机会不要着急 寄付 寄付 大飞给了姜春雨一个读秒 这就是这个持续的给他 给他施加压力 持续的这样进攻造成的这样的效果 姜春雨给你压力 姜春雨的意志力还是 这个名声真的是很激烈 其实姜春雨的意志力还比较强 有一分钟的时间去恢复 对 所以在第二回合 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了以后 第三回合我觉得要放得更开一些 他是有这个实力在的 对 就是他的性格没有这么张扬 没有把自己完全的这种 用性格把自己的能力带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把他带出来了以后 我觉得大飞能够再去更进一步 更上一个层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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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双方进入到了第三回合的比赛 双方上来一个非常友好的拥抱 也是这个我们的老将对对互相的这种哎呦好双飞 这是大飞的一个哇招牌动作 拿到这个世界金销带的那场比赛就是这种双飞 让自己的优势扩大 好 红方前手张春雨 蓝方前手大飞王鹏飞 这个经济的库高超差这么一点点距离 哎呦这个时候能感觉到大飞撤离放开了哈 打开了真的就是很多的动作都有了高扫 好 转身后白腿这个这个张春雨的这个他这个高了点 然后张春雨的躲闪还是可以的 对大飞还是不能太放松对 还是要把对方这个重视起来是啊 因为张春雨他也有着48胜19负17次KO对手这样的一个战绩的 有命中 好 大飞现在我倒觉得应该要主动打拳 因为之前的拳法给对方造成了不少的这个 伤害啊 对 双飞 好 打完拳一个摇摆多啥啊 对 这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 是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我打完拳以后我摇散躲你的这个千百拳 连续的拳法的进攻 好的 互换拳 由命中对方 有轻有重 搞扫 够扫 确实 不能太大意 对 有对方失利在这个地方摆着呢 我又好 又好 又好 这个 这一拳明显的 对 明显感觉对方有一些晃悠了 对 对 向后退了几步 要挑战一下 张成瑜 还得把防守做好 防守全拿起来 张成瑜 就谁都不能大意 是啊 好 还有10秒 起伏 游戒场完的时间不多了 好 好 这场比赛整个的给我的感觉虽然大飞 赢的比赛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的潜能还是没有发挥出来 就是我们大家期待的 对 真的 可能对于张成瑜来说也是九输这个比赛了 然后感觉啊体能可能相对于稍微差一些了 对 毕竟是今年的第一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 所以希望通过这场比赛能够把自己状态稍微往回找一找 对 这个输给了这个50分65公斤的世界级的金腰带 对 大飞我觉得很正常 打成这样非常不错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六比三十 二号裁判 二十六比三十 三号裁判 二十六比三十 比赛结果 来 放射 有请武林峰新媒体运营中心执行官郑立明先生 有请河南三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震先生 为双方颁奖 祝贺大飞 也感谢张春雨 感谢两位 给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当时上级的时候是有点冰的比赛 一直利用 对这个不错老弟 希望他也是一句努力 我也会加油 加油 因为我们这种比赛不是为我们自己吧 主要还是很多观众在看 如果是就因为是好朋友 没有放开去打的话 就对不起观众 也对不起自己 那么多天的努力 我也经历了 只是今天打输了而已 很爽 好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 不是说比赛 不是说很长时间没赢比赛 就是很长时间没报奖杯了 今年的前几场比赛 是不是给这场比赛奠定了很结实的基础 对 因为前半比赛虽然说输了吧 但是你把自己的竞技状态给打出来了 可能唯一欠缺就是心理上吧 比较大的赛事还是有一些紧张 压力要大一些 限制了我的发挥 然后接下来对我的对手 老对手 刘晓明 下个月 也很快了 腹肌好好备战 我相信也没有问题 期待你接下来比赛 好嘞 加油 加油 融旺下 更出彩